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3日 星期五 中國的金融很嚴重 嚴重到甚麼程度 你可不可以想像一下 出來做金融的 說收購合併的 說法債 說這個 千億 多少百億 多少千億美金的大雕 那些人是穿著解放裝 隨地吐痰 然後還帶著這個紅袖章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畫面 當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現實 可能要回歸這個畫面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 要捉金融 大家幫習近平寫了一個十全武功 當然就是一帶一路 投行 洪安新區 反腐清零 各方面的敗跡 將香港徹底摧毀 將上海 外貿中心也摧毀 好了 他的十全武功 當然是很厲害 現在他告訴你 他要糾正銀行家的享樂主義 不可以跟西方看齊這些謀論 這件事大件事 中國的金融業 我覺得 已經是危在單直 很大機會 以後就是派一些不懂金融的 隨地吐痰的黨棍 然後 就拿一個談券在旁邊 然後他指點你怎麼做金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中紀委 直接警告銀行家 你想想多恐怖 大家想想 你作為一個銀行家 中紀委關我什麼事 現在中紀委出文 還要寫一篇3500字的文章 要求金融從業人員 要端正心態 整治這些享樂主義 破除西方看齊論 大家想想是不是很恐怖 這節我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這個政策 究竟會對中國金融業 造成什麼打擊 甚至乎我覺得 是摧毀整個金融業 說之前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朋友訂閱Patreon 至於大家記得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因為這樣可以增加推送率 我想跟大家說說 我們1月份的黑池網聚 我們其實有個閉門門議 開了兩個半小時 但是意猶未盡 因為 會上很多人 都是 發不了言不夠時間說 我們鐵定 加班 我們 開了下半場的會議 時間 是今個月3月18日星期六 下午2點至6點 地點我們已經預約了 在 萬城的救世軍會堂 到時 我們會把地址 聯絡 電話 所有的細節 我們就Email給 當日有與會的朋友 當然 如果你說當日我沒有空來 我可不可以 臨時參加 你就個別向我們報名 說回全國兩會 全國兩會 即是人大和政協 就會在3月4日 即是明天和後日 在北京開幕 之後會議 就會召開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即是中紀委 上個星期 出了一篇3500字的評論 裡面 其實是要對金融業的人 有所指示 他們要求金融從業人員要有端正的心態 整治一些享樂主義 不要想著享樂 不要想著你 掌管很多錢 你就拿錢去花 要破除和西方看齊論 人家的CEO有 有五億人工 兩億人工 你不要想著 你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所有的金融業 其實都是黨委的 黨委就是 共產黨員 所以他由中紀委發文 要求你們 不可以跟西方看齊 高城CEO一年年生有兩億美金 你就想啦 你拿回200人民幣 每個月有48元 有83元的醫療保險 差不多 好了 習近平的手 終於直接向金融 埋手 中紀委在一篇 名為 堅決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 在一篇評論裏面就向金融業 下達指令 他說銀行從業人員 應該破除那些金融精英論 以及為金錢論 叫你們不要當自己是精英 你們是國家的分子 你們是黨員 你們是幹部 不要以為你是甚麼金融精英 經濟學家 全部不是 還有不要為金錢 甚麼都說錢 並將嚴肅查處對黨不忠誠 不老實 讓奉陰為的兩面派 死火了 現在整個金融每個都是讓奉陰為的兩面派 以及 棄手監管職責 由金融秩序維護者 論為金融風險製造者等等問題 死了 這個力度真的很嚴重 評論說 要跟金融單位 央企承擔著具體職責的任務結合起來 嚴肅查處貫貼落實做選擇 搞變通 打折扣的問題 要深化行業性 系統性腐敗治理 持續加大金融各有企業 糧食扣銷等權力集中 資金密集 資源 複雜領域腐敗問題 懲治力度 要嚴肅查處領導幹部身邊人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的問題 其實 金融業 這些問題 很久了 其實 嚴格來說 如果你將制度化 這些問題商會比較少 即使外國也有啦 你覺得瑞信沒有嗎 當然有啦 你覺得登爾志沒有嗎 當然有啦 大摩 高城 你猜沒有嗎 一定有 問題就是 大部分時間 因為商業公司不是國企 現在 他把所有金融企業的國企單位 全部要當黨員來處理 加大對影子股東 影子公司 正商旋轉門 提前觸巢 途日式辭職等 新型的腐敗 以及隱性腐敗的查處力度 堅決斬斷權力和資本的歐連扭大 在金融 央企領域形成 情治腐敗的有力震懾 哇 殺氣騰騰 他直接要把所有做金融的全部殺死 然後派了一些兔潭的黨棍 中紀委講述金融央企的時候 提及 堅決品氣例外論 特殊性 優越性 無關論 業務需要論等等錯誤的論調 不要跟我說No excuse 沒有例外的 沒有特殊性的 沒有什麼優越性的 你們也不是精英 不要說業務需要 別跟我說 好了 要破除金融精英論 維金錢論 西方漢齊論等錯誤思想 整治過份追求生活的政治化 品味高端化的享樂主義 以及車尾之風 抖治行業的潛規則 以及不正之風 哇 糟糕了 我想以後 這些老總 出入 不可以坐 一定會坐經濟 一定會坐經濟 然後 穿的裝 帶著錶漂亮一點 坐車漂亮一點 都不行 要做回以前 很樸素的 共產黨員 像焦雨綠 好像黃俊喜 好像雷鋒 是不是這樣 對 差不多了 要向焦雨綠學習 他說 要剷除破槍效應 發不責重的心理 以及心難比難的心態 不斷加固金融和央企領導落實 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提霸 慘了 我們就這樣看一段文字 覺得很恐怖 與此同時 根據彭博的報導 習近平通過恢復強大的委員會 協調經濟和金融政策 並任命親信 進一步加強控制 當時 我們已經說了 他會把銀保監會和證監合併 變成金監會 金融監督委員會 這個 會由他的親信益會門 暫時去接任 明天不知是誰 然後 接下來的 賀立峰 他也可能會做人民銀行的黨委書記 這是華爾街報報導 現在習近平 估計 是會統領所有的東西 金融也是他最重要的東西 要控制的東西 大家也知道 最近包凡失得鐘 肯定就跟 金融業的官員 加強整治有關 習近平要牢牢控制著中國金融 所有的 以前的甚麼種甚麼種 以後我可以告訴你 你們的日子不會有得好過 除非 你是習家軍的人 如果是外人 基本上 每個人都沒有好日子過 甚至乎中紀委可以實名把他們舉報 哪個國企老總 住房子大一點 都要動你 我第一時間想起 香港的國安公署施支7億 買了一座別墅 這座別墅給誰住 給主席住 國安公署買過這麼漂亮的別墅 這些就是浪費 我覺得要審命舉報 一定有涉及探戶 是不是有回勇修 誰是 究竟是國安公署署長住還是怎樣 怪不得啦 隻眼紅要調回中聯辦啦 國安署讓你胡亂花錢 好了 我們覺得習近平 現在 是要徹底把金融業摧毀 金融業玩完了 是不是 由一班完全不懂的去管金融 金融業裏面有很多例外 很多特殊 很多業務需要 很多特殊 全部都不可以再說 當然金融精英也不再是精英了 你要聽黨的指揮 黨指揮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 黨指揮你沽貨你就沽貨 這樣就不死 捏獲中共 真是大麻煩 好了 希望大家 看著這個很大的浪 這個浪 是 一百多二百米的巨浪 很難可以蓋得到的 我認為很難走得掉 每個人都會被他蓋死 現在西方 美國華爾街投行不斷唱好中國 可能他也知道 現在趕快要拿錢走 你快點買吧 快點買吧 今天中國很好啊 快點買吧 不是這樣唱 誰買呢 好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更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藏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內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都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為了 製造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